以后中国沿海渔民看到小日本的船上去就干他 为啥 这次日本向海洋里排放核污水 首当其冲受打击受影响的就是咱们沿海的渔民 是咱们的渔业 咱们就说是渔民嘛 人家世世代代都是打鱼的 这下可好了 鱼都卖不出去了 海鲜类都卖不出去了 现在谁敢吃了是不是啊 你看那个有的直播那些渔民都哭了 就相当于倾家荡产了 知道吗 而且这只是刚开始 越往后污染越严重 你知道人家怎么活呀 知道中国有多少渔民吗 中国沿海一打一跃威胜利有多少人吗 包括不只是个人那些大型产业公司 有可能都要倒闭 你就说小日本是不是上良心 太损太坏了 知道不 然后那个前天前天大前天 我在那个直播间 我看那个他跟网上卖那个东西 我感觉应该支持支持他 最起码现在还没受污染是不是 我就买点小东西 我就买回来吃 支持咱们的渔民啊 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 小日本的坏透了 气死我了 看我就买了这个 成河的 感觉这个也挺好吃的 应该也没受什么大影响 这还可以吃的啊 我从来不带货啊 我就是说这个事听着吗 所以说记住啊 记住小日本的恶行啊 不买日本的任何东西 这么说